淑女考试故意撩开十六群 难道她想明目张胆撩肩考老师 好在老师是个证人君子 直接带上老花镜仔细观察 无奈距离太远 并没有看清女人腿上的纹身 原来翠花是在向对方求救 计划落汤后 她在试卷上写下文字 然后卷成手榴弹 酷痴一声扔了出去 响声再次惊呆了老师 她误以为是情书 心想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刚想打开观看 这时一旁的侄女突然提问 为了避险 男人犹豫在三不干的 把纸扔进垃圾箱 这直接让女人心如死灰 考官大爷小鹿乱撞地 走向另一边 杀手借机警告女人 再赶完幺蛾子 直接把她碎尸万段 女人默不作声等考官路过 直接将二逼铅笔丢在地上 兼考官弯腰去十千笔 膀胱一扫 一眼看到男人腰间盘 突出的手枪 他这才明白女人的意图 紧接着拿来一瓶板碎衫 故意弄失翠花的考卷 然后借此收走试卷 考官让女孩前来交卷 丧彪见状立刻起身 尾随女孩一同前来 老师以作弊为理由 直接撕了丧彪的考卷 把她留在教室罚站 这让嚣张的丧彪瞬间上头 两人拉扯钟 直接一枪把老师撂倒 一年后佛伯乐及时赶到 丧彪急忙挟持女孩 危急时刻 老师用原规狠狠扎入男人腿上 丧彪疼得哭爹喊妈 佛伯乐快速制住对方 老师被命中要害也不幸拟恨西北